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文汉 今天的直播主题是绅士的品质 请你来做造型师 你戴颜色要比衬衫颜色更深一点 西装和马甲搭配在一起 层次感就能成立把体 你真的是说的头头是道 这是在时尚圈有一定地位 对 他们没有绅士的品质 他们也没有淑女的品质 你们认可吗 我没有做过什么幼稚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偏成熟的一个男人 大家好 我是首编巴黎 又一次来到了BP星站 今天来到我们采访现场的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歌手李文汉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文汉 叫巴黎也可以 巴黎姐好 其实我们见过很多次 在各种时尚活动上 第一次见我应该是在巴黎的秀上 对吧 我觉得你的穿衣风格就是 是不是变成熟了 不 表示表示 今天穿上了这件西装 是略有一点成熟 你的搭配又让人觉得是有那种休闲的风格 我今天这套衣服的话 是Canali 2022的秋冬款 正式中透露这一点休闲 休闲中透露这一点正式 像是那些正装什么的 很板正 然后就会很硬 然后这个的话就会很软 这个料子 你知道我们Canali品牌有一个 Me by Canali 如果是你定制牛仔裤的话 你会皮革要选什么颜色吗 红色吧 如果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定制一条牛仔裤 是个红色皮镖 多瞅两眼 对 一定会多看两眼 所以我觉得定制就是一个 可以给你带来独一无二的 还可以抓眼球的一个事情 那你怎么看待你今天穿的 这个Canali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用三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意大利的风格 舒服 因为Canali本来就是一个 意大利的家族品牌嘛 然后他们的服装就是给我一种 那种毫不费力的优雅的感觉 所以我们全程今天都是 绅士的品质的style 因为今天走的就是绅士风 明天会走别的风吗 近期可能都是绅士风 Nina一些小的行为 身边的朋友会说 哇文汉你今天真的这么做非常的绅士 没有鼻子 我觉得绅士的品质就是 不是体现在就是外在 而是体现在本身的内在 然后价值观 自己做过觉得最幼稚的一件事 是什么 我没有做过什么幼稚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 挺成熟的一个男人 我要亲亲好的 看成熟的一个男人 OK 如果你身边特别好的朋友 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你觉得太幼稚了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幼稚 对他们没有绅士的品质 他们也没有淑女的品质 那我当然也想替礼物和们问一个 既然你都觉得大家都很幼稚的话 就是如果跟你做朋友是一种什么感受 就是被一个绅士给照顾到 快速填空体 什么是我最不满意的自己的身体的部分 最不满意的地方 是 让我想一下 这么半天都想不出来 那不就是没有吗 那如果你有很不满意的 你应该马上能说出来 臂展 臂展 臂展再大一点就好了 天哪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答案 臂展居然也是一个人不满意的地方 臂展再长一点就能扣蓝了 好的 这道题我觉得你谁都想不到 没有人有这样的不满意 如果朋友圈里有你的好朋友 晒他今天在健身房里健身的这种动作 你会刺激一下哪上去吗 如果好多好朋友就是喜欢晒这种 就是8块腹肌 16块腹肌 我可能会就是 当天就会少吃一点 但对于他来说 可能刚好健身了拍一张 但是对我就会觉得他是每天在健身 那我们其实还要替我们的这个事业粉来问 因为刚刚你的这个《遇见你》电影不是上映了吗 今年 还有电视剧《勇往之前》 未来在演艺事业上有没有更多想挑战的角色 我很想演 反派 反派也可以是绅士的反派 没错 对 有很多人可能会给自己在一个演艺圈里有个定位 你有没有说我想到这个词就想到了李文汉 厨师 厨师 把所有东西拿到泡面 我觉得会做饭也是一个很 对我做饭不厉害 但是有一点天赋 想说做完之后被大家夸赞的就是这种感觉 那出道几年 这个成团正式来到了娱乐圈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经历越来越多 你就会明白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现在看我以前的东西 我也觉得还是有可能 现在的自己才是更绅士了 真的有绅士的品质了 那你自己认可自己这种绅士的魅力吗 关键是别人认不认可 你们认可吗 认可认可不认可 好 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 在直播中你可能还要接受新的挑战 哇塞 好刺激好激动 希望大家能看到未来更多的文汉的新的 新作品 来寻找一下什么是绅士的文汉 谢谢你今天到来 拜拜 拜拜 Vale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